如果想要在水中拍出優美的照片的話 平常可以多多拉筋 增加自己的柔軟度 那穿上鋪之後腳會顯得更修長 做一些簡單踢水動作就可以很優美 然後怎麼樣才能在水下睜開眼睛 其實只要放鬆 然後緩緩把眼睛睜開 其實沒有那麼的可怕 我會選擇用自由潛水來從事水下攝影 是因為我覺得跟模特的溝通上是還滿方便的 一起上一起下 只有潛水這件事情是說走就走 想去哪裡拍都可以 但是當然要注意安全啦